再一次感恩 盧凯教为我们职悲和职门 我们的第三组号码是 1177 1177 547 547 3687 3687 2105 2105 3883 3883 414 414 2822 2822 3463 3463 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启大启的如金鸿台导 好 谢谢大家 你台导在一起 她已经不开心了 刚刚有一个很多的佛友探紧我说如金鸿 我这两天叫小孩子呀 天心就不得了 好啦 下一个 你好 你好 我是六十几年的牛 好 呃 我有病头痛的病 二十多年了我吃了很多药 头痛的病啊 嗯 现在 也没有好转的精神 六一年属牛的 是 哎 年轻的时候有烧生蛋 有 还有 你钓过鱼没有啊 有 大家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哎 我告诉你 现在啊 不但鱼在你身上 来连钩子也在你身上 所以你头脑当中有个钩子一样 经常勾你 所以你就头一直痛 你知道懂吗 你经常有刺痛感 对不对 对 头痛有好几种困惑 有的叫臀痛 就是臀加叫撞击一样的 有的是刺痛 像他这种就是刺痛 因为有钩子勾着他的脑子啊 听得懂吗 我当初是扁头痛的时候 一扁头 对了 偏头痛 不是扁头 他头都扁 明白公民啊 你是个好人 我现在教你个方法好不好啊 好 头发稍微剃的短一点 头发 剃的短一点知道吗 知道 嗯 还有 就是自己 每天念 那个 那个 往生咒 要念四十九遍 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没有偏头痛 我现在 念往生咒 超度我过去钓的鱼 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到的鱼不是太大 你钓鱼的技术不是太好 你钓的很多小鱼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啊 好了 现在要许愿 我这里子再也不钓鱼了 好 我也不吃活鱼了 你看 这种人继续想偏头痛 你想那一半边也痛是不是啊 就是我这辈子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 好吧 好不好 哎 还有他又一句 又一句吧 多一个人少吃活的海鲜 那些生命多得活一点啊 真的 我们不要残害生命 都 都是有灵性的 好吧 好了 没什么大问题 你也是个好人 生意的 小生意 你能做出来的 你会赚一点小钱的 但是很辛苦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以后做一点 跟米啊 面啊 有关系的 你会有钱的 听得懂吗 拍着面网啊 带着米啊 或者面粉啊 做一点什么饼之类的 你都能会有钱的 听得懂吗 好了 你的身体啊 一几年大吗 就是一年大 就是一年大 身体是吧 是 那 其他没有什么大毛病 颈椎要当心 好 还有一个地方要当心的 就是你的肝 听得懂吗 你的肝和胆 现在不是太好 又下腹吃饱了 经常会有点疼痛 对不对了 对 好了 你还有我外面再找点毛病出来了吗 我再讲一句话给你今天好吧 你的脚啊 有毛病 关键不好 一点点 一点点 你的大拇指啊 你的大拇指 脚拇指啊 第二个特别 第二个特别长 不是看手啊 脚啊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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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我告诉你 如果看的时候呢 所以大家要好好修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